你还想为他剪灭?对于死去的人你就那么无所谓? 不是,我... 即使那个死去的人是你朋友? 什么? 看看这个 与山山良一起在现场发现的,本不该扫命于 卧槽 不许又死了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白 那么咱们今天要来玩一款新游戏 游戏的名字各位都已经看到了,是Haven for Death 这是一款同人作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孤独摇滚呢 没看过的赶紧去看,特别好看 那么咱们今天要来玩的就是 孤独摇滚的同人作品,是一部神作 非常好,非常好玩,那么咱们就话不多说 开始游戏 这样一切就能结束了吧 对不起 我没能帮你试下梦想 结束乐队 还能再见到你吗 什么?是谁在说话? 面前这个人 你是谁? 是波齐 波齐叫 不行,眼睛睁不开 没有姓名的死者 这不是梁吗?怎么回事,刚刚那些片段是什么 我应该什么都回想不起来才对 算了,先去找个奇怪的天使 方向键移动 空格确认 X是存的 ESC退出 按Shift可以加速 部分NPC可以对话 OC属于我,人物属于我 行吧 第二张开始减少提示 就是自行探索嘛 说你愉快 怎么踩过来 你刚刚在走什么 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 这副手铐怎么解开 早说嘛 这种事情交给我不就好了 是法 解开了 用钥匙可以打开的话 你可以把钥匙给我让我自己来的 你在说什么啊 才不是钥匙 是魔法 是magic 奇怪的天使 你才怪的 怪人 不知道为什么被这样称呼 好开心 笑了 一点都没变 夏北泽的大天使 那个 不要叫我天使 叫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听 叫我夏北泽吧 夏北泽 因为我是掌管夏北泽地区的天使 这天使也太生疏了 哦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 不知道 你给我起一个吧 我看你这个人冷冰冰的 就叫你凉吧 凉 吗 好吧 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天堂的内部了 不要紧张 我会陪着你的 嗯 好人 夏北泽 好感动 别在那假扣 夏北泽加入了你的队伍 也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要进去了 还得确认 第一张 就像凉叶的雨 这是分章节的吗 哎 望了 喵 那个凉 嗯 你觉不觉得你像是不仅会倩钱不花 还喜欢住在别人家吃别人用别人的呀 好 如果按照正常流程凉需要在这里办手续 我现在不需要了 为什么 我知这世界本如露水般短暂 然而 咱们故意不点啊 咱们先去探索一番 这些都动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活久一点 老人家生死有命 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 我才刚过完百岁生日 哇 比我大了五倍 俩不要乱说话 这个咱们看过 随便进南侧 这好像不太好 哦 好吧 是我自己 这怎么还有这羊呢 先不要看这个 咱们去看别人 这里又是什么 这是手术室吗 这里不像天堂 倒像是医院 还确实 还真就是医院 黄头发的小姐姐 你的翅膀好大 好漂亮 谢谢你也很可爱 哦 所以这个孩子也是死了 是吧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蓝天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真名 在人类面前 需要保持秘密感 这里不让进吗 随便进南侧不太好 行吧 过劳死的工人 卧槽 好真实 意外死去的作家 还有压着的稿 全部发出去之后 我可能已经投胎了 看上去和姐姐差不多大 也不知道姐姐现在过得好吗 如果连还记得的话 就能知道了 不是说会有别的对话 那也就是说 嗯 喵 没事吧 好吧 怪我了的 我 你一定很好奇 我和其他的猫 为什么不一样 一点也不好奇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做他玩了 哦 他就是你当初所选择的那个人吗 选择的 第一次见他这种表情 没有生气吧 一 没有没有 怎么敢对您生气呢 那就好 虽然你的表情不是这么说的 有个补偿的机会完美了 这个给你 你获得了钥匙 现在再去右边看看吧 原来把那扇门藏起来了吗 我只是一只猫 一只快乐的新猫 下辈子 嗯 我觉得我生前一定是个贝斯手 嗯 怎么没有 就算不是也学过贝斯 呀 梁 难道你 因为这贝斯笑话上 贝斯手特征和我很像 梁 都说人谈恋爱要避开三臂 你知道是哪三臂吗 理发师 乐队成员 调酒师 是贝斯手 贝斯手 还有贝斯手 这个看过 这个看过 孤独摇滚的 基本都知道 右边 这个门吗 闲人免禁 我不是有钥匙吗 我们有道具吗 先存个档 应该是这边 右上 右边的门吧 梁 又怎么了 只是想叫叫你 咱是不是 啊 完蛋了 咱有个地方 咱前台没 没事啊 没事 咱们可以回答 咱们是可以回答 不慌 你好 欢迎来到天堂 这位死者的相关事 你交给我吧 说到 这位往生之人 在神的旨意下 前往你 下达前 你可以在这逛逛 或许我可以回答 一些您的问题 有什么想问呢 夏比泽小姐 是我们工作的 杰出代表 前不久才回到这里 却能在短时间内 提供了不错的业绩 令人敬佩 她不是天使吗 为什么没有那个 光环吗 夏比泽小姐 前不久才来 出于考察期 在此期间 除了拥有翅膀 飞行之外 和常人无异 我好像点到了 怎么又点到了 干 天堂 与你们人间 普通的公司 差不多请不要见怪 不过遇见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不要惊讶 比如灰热花的猫 平空出现的门 传送阵什么的 我无法查询 您的任何消息 所有的调查显示 您是异常死亡 什么 我是被 我是被卡车 带来异世界的吗 不要堵门 这些 这些都点不了 只能跟着红点走 行吧 我们也逛了蛮久的 两贩卖机 你想要什么吗 虽然死后不需要进食 但可以尝受味道的药 我没钱 我请你啊 托查期有什么意思 那个啊 就是你可以理解 我还不是正式的天使 在这个期间 我要翻一点错 就会被罚去人间 好危险 但是你不要误会 我的直权和正常天使 没有武艺 才不是刚上岗 总之后 总之你的安全就交给我吧 为什么突然开始下雨 下北则 到最左边的房间来 这什么东西 糟糕 是那个人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哦 好啊 说不定我没有选择 又是下雨又是下雪 这是真生气了 毫无疑问 镜子里映出的是我自己 总是 总是想用乐观解决一切事情 两我没想到 在你面前保持效用 变成了一件难事 我做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揭开图 好当视频封面 所以提示点在那 也就是中间这个东西了吧 你递之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但那也是你答应我的不是吗 确实没错 但你知道你带来的是什么人吗 他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 不 你一无所知 因为这个人所作所为 有无辜的人死去了 你确定是梁做的吗 是不是信息出了什么差错 不可能的 梁虽然品行恶劣 但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你那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地之 我对你很失望 你就那么相信他 我了解他 我比谁都 再怎么了解 也停止于人间时间的四年前了 人是会变的 我 一定是哪里搞错的 你还想为他剿面 对于死去的人 你就那么无所谓 不是 我 即使那个死去的人是你朋友 什么 看看这个 与山山良一起在现场发现的 本不该扫命运 卧槽 波琪又死了 哎不对 为什么我要那么行呢 波琪这样 怎么可能波琪让他 梁他怎么会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事情经过 小孤独和梁是同一天 我不能再告诉你 总之 山田梁干预了他人的命运 你将后腾的死期提前了 啊 死期还死期提前 他是无可置疑的罪人 那也就是说 后腾 就算不干涉 那后腾也死 也会吃 也会不久之后 不久于人世 天哪 而你将罪人带进了天堂 对不起 但梁真的不会做这种事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我会查清事情的真相 我会管好梁 你用什么单保 在这期间 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 或者我没有查清真相 我和梁任你处置 下地狱去人间魂飞魄散 什么都可以 好吧 既然你都这样保证了 那我就信你一次 我现在需要理一理头绪 之后再联系你 你可以离开了 和你的罪人朋友 再相处一段时间吧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 什么 小孤独他 真的确认死亡了 那看来是有假话呀 先找梁吗 梁你真的害死了薄奇将吗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对不起啊 我这段时间工作的不太好 被上到训了一顿 都淋湿了 衣服 对不起啊 我这个外套给你穿 想要钱 反正淋湿了 不敢冒 你就给我穿着吧 两还是两啊 所以 走去南侧 进不了南侧 那就只能上楼了 真的要往里走吗 虽然你也无处可去 那我们选一选 走 这里面别进去 好像别的好像也点不了 行吧 那就只能往上走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都不要惊讶哟 都说了这里是天堂了 那你去哪啊 人呢 这边 这应该是沙滩 阳光沙滩 海狼仙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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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在这儿 先看看别处 先看先看别处 这种东西 先探一探地图 总是没有错的 好像没什么好探的 那 梁 你是不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呀 没有进入地狱 反而来着天堂 还有一个热情四射的天使 拉着你到处跑 说实话 是有点 你有你的理由 我确实有 我有一个和你很像的朋友 冷淡 刻薄 有时候还蛮横无理 会擅自说那种 我要依靠你才能生活下去的话 叛逆的不行 不肯把心事告诉所有人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自己所有东西搬到我的家里 抢到我们这个人 好像把他说的一无是处了 其实是个不错的人 会在我沮丧的时候安慰我 愿意陪我努力去总能做好 愿意去努力的事情总能做得很好 为了给学妹买吉他 会吃树的草 我以为我能照顾他一辈子 起码要到养老户里吧 但是发生了点意外 我和他分别了 看到你 我会想起他 好不放心啊 这样想着 就擅自把你带走了 干嘛一直不说话呀 不知道说什么 明明不希望这么早再见到你 虽然神的旨意还没有下来 但我能预料到我们大概要相处很久很久 我会照顾你的哦 嗯 谢谢你 什么啦 被梁说谢谢好不习惯 从今天开始请多指教了 梁 嗯 请多指教 对不起 梁 我骗了你 但我相信你一定有什么苦衷 他不善于说谎 直接把我赶了出来 没告诉我小薄奇到底怎么样了 所以薄奇匠一定还在 我会查明真相救出薄奇匠 一定 哦 这第一章就完了 薄奇 说实话 我现在觉得一切都很无聊 昨天我把乐器全卖了 梁学姐 Lovehouse变得索然无味 二手电都不想去 我大概已经 人一旦失去个性就和死去无异 薄奇 不只是现在的我 那天之后的你也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吉他英雄的账号 已经注销了 梁学姐 你真的 真的不记得那些事情了吗 什么 你的幻想朋友 薄奇 你不觉得 小伊犁 梁学姐 我来迟了 你们怎么这么大 梁 快醒醒 别睡了 快给我起来 那 不急 你要和我一起吗 罪人 你听到了吗 当然 听到了 听到了 你看他两只耳朵都在听着 梁 别睡了 快点 给我醒过来 知道什么时候了 不要再睡了 嗯 好 疼 你终于醒了 我 这是 在哪 什么情况 这是你来到天堂的第二天 我们在听神的旨意 但听着听着你睡着了 听到他把任务交给你了吗 什么 什么一百个 我上前欠了一百个人的钱 现在又好好还上 只和我超度一百个人 好好受你的罪了 哦 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呢 你自己想啊 不要什么都依靠我呀 早上好睡得香吗 对不起 还知道道歉 嗯 胖儿梁 你真的不好奇吗 你究竟犯下了什么罪 还有生前的事 你一点 多想不起来吗 哎呀 有没有选项 之后再告诉我更多 我今天想办法超度一百个人 死者在确认轮回转生前 是可以在天堂无限制的停留 虽然不管死者还是天使 都不需要进食或睡眠 但天堂仍然为死者提供居住的地方 娱乐设施和休闲场所 咳 一口气说完差点 我意思 总之条件好得不得了 以前的人们也只会短暂停留几天 但最近几年大家越来越不想回来 选择留在天堂 把生前没想的乐 久而久之就钉子户越来越多了 是啦 人类在天堂是很幸福的 但你在这里吃好玩的都是我们天使的钱 说歪了 所谓的超度就是把那些人 赶过去轮 赶回去 赶回去转身啊 用什么手段都行 来人 上卡车 难道天堂没有强制手段 有是有就是代价比较大 能为原语劝下来还是推荐言语 加油 什么玩意 那么 先暂时存一个道 那么两个档咱们都存完了呀 这也是第二章 第二章它不都说会出现 开始会出现结局分歧点了嘛 那么 就先到这儿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呢 别忘了视频下方点赞 硬币收藏 关注 我是大白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